西干池水找珍珠,春秋时期,宋国有一个掌管兵权的大官叫桓腿,大家都叫他桓司马,这个桓司马有一次犯了罪,怕受到处罚,便逃到国外去。 宋王知道桓司马逃走的消息后,焦急万分,他并不是为了要捉桓司马来处罚而着急,却是为了一颗宝贵的珍珠。 原来,桓司马收藏了一颗很值钱的珍珠,一直令宋王又羡慕又嫉妒,宋王千方百计,总想找机会把那颗珍珠占为己有,现在,可被他逮到机会了。 于是,宋王派了一个差使去国外追问桓司马,你把那颗珍珠藏在哪里?还是乖乖地把它交出来吧?不然,宋王派人来把你捉回国去处罚,对你更加不利。 差使带着威胁说,桓司马却不慌不忙地说,哎,当初逃离宋国时,我就想到带这样宝贵的珍珠在身边,会随时害怕被偷,被抢,反而麻烦。 所以在匆忙间就把他丢进屋子前面的池子里去了,差使回到宋国,把这话对宋王报告。 宋王一心只想得到珍珠,也顾不得这话是真是假,就立刻下令手下把那个池子里的水全部吸干,寻找珍珠。 那是一个很大的水池,池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鱼,宋王的手下花了好几天的功夫,才把池水吸干。 可是哪里有什么珍珠?只有成群成堆的鱼,干死在池底,取材子。 吕是春秋,寓意,历令至婚。 贪心使人容易受骗,使人为徒一己之利而不顾其他人,物的损失。 宋王的贪心使他枉费功夫,结果珍珠没找到,反而害死了许多鱼。 insec춘的邦马尔合佛我们码平时就会张路过去。 是的 está牽道牛。 关鍾友组的涨处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